大家好 我是時光寶俠的Able 這星期的一週標示 我們講正題之前想說過標展 如果看標展 大家可能都會記得是瑞士的日內亞標展 或者是巴蘇的標展 但原來我們香港都有一個全世界最大型的標展 就是香港中標展 今年已經是第38屆 去年有23個國家和地區總共有840個商家去參加 今年跟香港中標展一齊去展出的 還有一個叫國際名標會稅的展覽 它有五大展區 當中我認為最吸引的展區 應該就是一個叫World Brand Plaza的展區 因為它有13個國際知名的品牌 包括了寶柏、寶基、蕭邦、昆倫、Frankmuller Jaggedors和白鳥等等 在國際名標會稅裏面 除了這些大的國際品牌之外 還有很多獨立的制標品牌 他們都有很多精彩的作品帶來 而我們香港的代表萬希泉 就做了一隻叫做龍鳳呈牆的陀飛鱗 都會在延場看到的 我認為展覽最大的得著 應該就是去找Acessory的朋友 因為裡面有很多錶帶、錶盒 或者是那些自動上鏈的轉轉錶盒 如果你喜歡的話就千萬不要錯過了 香港人有句說話叫做五窮六絕,七翻身 現在8月了,我們翻身了沒有? 看看外圍的大氣候和我們自己本地的情況 對零售業來說真的翻身沒有望 既然是這樣的情形 牌子都會想要做些事 但又不會有很大的預算去投放在Promotion 怎樣做呢?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就像現在的節令去做些Promotion 剛過了一個星期就是七者大 遊郎積女著潮相遇 這個是中國的情人節 可能很多年輕人聽都沒聽過 既然是情人節 自然是Promo一些對標 一對對的標 今時今日買對標的人 我覺得真的比較少 可能遊客會多一些 但我們本地人可能都是 你買你的,我買我的 但我們最少收到九個新聞稿 都是關於對標的Promotion 第一個我們擺出來的 H.Mose & Crewe 這兩隻標我覺得真的不太適合 只不過是一隻是女裝 一隻是男裝 女裝那隻就是Diamonds的Purity 它是End of Percent A Second 有一圈石 而男裝那隻Frying Hours 在推出的時候是有些聲音的 因為它那個時間的顯示 做得挺特別 是三個款去顯示時間 第二個品牌是Senneth Senneth就擺了兩隻高科技的標出來做一對 男的那隻款是銀底的 Defry Alper Mineral 21 賣點是一百分之一秒的計時 而女裝那隻一看就知道了 白的Ceramic 白陶瓷 帥仔 帥女 第三個牌子我們說的是Hubro Hubro 一向都是比較Loud的設計 比較Bling 這次就去到盡了 兩隻都是彩色的補石 就看看你的個人的喜好 如果你真的喜歡彩色補石的話 這隻不是太貴的 可以考慮 接下來是Panerai 自己覺得喜歡Panerai的人 真的未必會買對錶 因為大家都會比較我行我素 喜歡Panerai的人 都會有這樣的角色 但Panerai都將旗下的Sermersible Lumina Marina Radiomere 和Lumina Duo 配成一對對 沒所謂的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一對對就一對對 Palmageny Tona 1950 1950是柏馬強尼先生的生日那一年 他們做這隻錶就是以斯文為主 所以男女皆可 Tildor Tildor Black Bay 32和41mm Tildor最近幾年做得很成功 因為做了很多復刻的錶 復刻都很好 今次這對錶就真的好像 媽公仔那樣 只是大小分別而已 最對就是它 Bond Prime那兩隻 除了功能 大家都是計時馬錶之外 我覺得兩個樣子就一點都不像 女裝那一隻就是大日力槍的計時馬錶 而男裝那一隻就是今年新鮮滾熱辣的 空軍司令計時馬錶 看看大家是否喜歡 男女都戴著一隻計時馬錶 最後一個品牌是Monbron 我覺得Monbron最有誠意 因為它推出了一個叫Bohem Series 就是專為女士設計一些漂亮的優雅的碗錶 剛剛推出了幾款新錶 尤其是月相那款是做得真的很漂亮 月相是長型的 好像常鵝的臉長長 很優雅 女士就不一定要買對標 可以男生買給女生都可以 這個星期一周標示回顧時間差不多 多謝大家